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若一个平面1 与直圆锥面 的结痕是一个泡线 如果是一个泡线的话 这个平面 一定跟某一条母线平行 而且 跟这个母线与 轴 所在平面互相垂直的时候 这个时候结出来的话 就会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泡线 他说若将 平面平行移动 是通过 直圆锥的这个顶点 通过这个顶点的时候 折结痕为什么 折结痕的话就跟上什么 这个面的话 相当于 相当于是切出一条 一条的直线 这条直线就是这条母线本身 就跟什么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不是要跟 跟一条母线 那个 那个平行吗 你这样 一过来的话 这条母线的话 就会贴在什么 贴在 这个平面上 所以交出来的话 就是一条直线 直线L 这是他的结痕 他的结痕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条母线L 当然是一条直线 大家应该要学 他会贴在这条母线 这个平面上 还有 我会贴在这条母线 谢谢观看